六十塊的魷魚絲 這麼小包啊 每一口都像在吃黃金啊 魷魚可以說是鹹豬不忌的口感之王 一般的炸雞我們都說外酥不平嫩 而魷魚絲則是外酥裡脆 咬到底都是鬆鬆鬆鬆鬆手 所以很貴 還是忍不住繼續吃 之前在直播有朋友問到 我當全職直播主肯定很爽 確實是很爽 但不是大家想的那一種 相信大家一開始在經營社群的時候 都會想要接著做 平時上班加熱再來開直播 但只要搞了一陣子 馬上會發現行不通 因為你稍微想搞點大一點的企劃 你必須要有整段的時間 很難說每天兩口十兩口十接在一起 之後變成一個完整的企劃 比方說我去站窗帕米石的活動建廠 一定要他非加熱的時候 人比較傻 才能順利取財 而有工作在身的人 很難去完成這件事 另外一點就是業配 收到廠商通知的時候 雖然很爽 有種被肯定的感覺 可是接下來開出的條件 會讓你感到非常一樣 因為你必須在實現之內 檔期之內 把東西弄出來 要是你現在工作正在忙 也只能含內說 抱歉 接不起來 所以漸漸的 你就會往群子走 喔天啊 剛剛吃這麼幾口 已經快見底了 不論是這個魷魚絲 任何一點脆情都不能放過 三百六十度 五十角的品味 而全職做直播 馬上就會遇到經濟問題 女生小台剛起步 觀眾可能是十到二十個人 可是換成男生來做 真的是從零開始的直播生活 OBS串聯按下去 大概全部沒有了 眼淚流下來 而當你努力經營 終於把人數衝上來 你又會發現 同樣的人數的觀眾 女生拿倒內的機率 又比較高 男生做直播主 就是蔡英文 你要自立自強啊 而這個時候解決辦法 就是接案子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為什麼很多直播主 他不是畫師 就是剪輯師 因為這種工作 可能是有 可以讓你專心在直播 關台的時候 拼命接案子賺錢 可以很好的調節你的經濟狀況 當你達到這個經濟的時候 恭喜你 你的直播生涯 順利開始的 天啊 我每天早上醒來 不用急著去吃早餐 大車 趕上班 看到老闆 我想開台就開台 想做大企劃就大企劃 累了想休息就休息 這個就是最爽最爽的時候 可是只會爽一下下 就跟這個魷魚是一樣 六十個人 真爽一下下 真的有夠少 真的流人淚 你直播剛踏上正谷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擠頭感 就好像當兵刀那般 忽然拿到退伍力 別人還在部隊裡喊 一二一二 你就走出去了 那種遠離世俗 超絕城外 在自己的家裡 就能完成所有的經濟活動 生命如此美好 這簡直就是財物自由啊 可是人類就是這麼有趣的生物 我們會習慣 兩個禮拜後 就不爽了 就好像一溪回到解放前一樣 跟上班感覺差不多 全職直播主爽不爽 真的很爽 可是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爽 那種不用上班爽 而是你真正喜歡這件事情 你喜歡看到觀眾進來 跟他們互動 你喜歡分享你的生活 分享這個遊戲的經德 接受觀眾的回饋 反應 從此得到成長 那種爽 你要是想說 哇 我也想當職播主 因為我不想上班 而下來做 一開始真的你會覺得 沒有老闆是這麼快樂的事 可是做久之後 你就知道 你只是從一個老闆 變成很多老闆 因為 每個觀眾 都是你的老闆 所以大家 要喝麵仔茶 舒服